迎接华人农历新年 马六甲慈祭志工准备好新春礼 送给长期辅助的照顾户 志工用纸笔沟通 也能向患有严重听觉障碍的刘苗 表达来意 新年有一个新的希望 在这边大家会快乐就好了 每个新年都会祝福中国新年 谢谢大家 愧微两年 槟城慈祭志工再次相聚 为岁幕发放打包 宋上光淮也分享慈祭如同岁月 启发众人善念 点滴之爱成为助人的力量 大一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导